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张敏 5月12日是四川大地震三周年 中国总理温家宝8日到灾区北川县视察 当地政府在温家宝到访的必经之路加强戒备 严防上访 北川中学数百名遇难学生的家长被公安贴身监控 部分家长失去人身自由 自从艾未未被警方带走之后 中国的网站一直保持沉默 但是这两天网易转载了外交部网站的一篇题为 外交部人员称艾未未涉经济犯罪被抓 无关人权的报道 截止到北京时间9日晚10点 已经有超过17万人次就此跟贴评论 观点多元 中国独立作家廖亦武再次被禁止出国 并被告知不要到国外出版作品 理由是他会危害国家安全 此前廖亦武曾经十多次被拒绝出境 邵阳劳工活动人士李旺阳服完10年刑期上周出狱 他目前身体状况很差 双目失明 双耳失聪 两条腿肌肉萎缩 连吃饭都需要喂食 李旺阳由于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 曾被判刑11年 出狱后又因为寻求他在狱中受折磨 落下的多种疾病的国家赔偿 而被再次判刑10年 台湾外交部驻日内瓦办事处9号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抗议 对世卫组织在内部文件里将台湾列为中国一省表达不满 世卫组织此前一直是把台湾称为中华台北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张米 谢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